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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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亲的这个性格特征 我觉得可以用三句话来形容 第一就是诚信待人 第二 客群 客饶 第三就是全情投入 他对事情的每个细节都看得很透 观察着社会所发生的事情 他的商业的嗅觉 就是因为这些接触 所以得以发展 就因为这样子 他就很好的 把他的集团所要自行的每一件事情 都办得很好 每个挑战 我觉得他都能够这样子 用他的智慧 他掌握很好的信息 然后要有一个 一般很好的团队 一起协助他 去克服种种的困难 音乐 音乐 我父亲是一个相当于严格的人 他对别人的要求很高 当然他对自己的要求很高 因为他的这个要求很高 所以我们也实际上警惕自己 要保持高度的自律 跟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责任感 当我开始进来爱外的时候 我们的集团还不是很大 所以就是 我有很幸运地可以跟着这个集团 这个成长的步伐 一起成长 在他的这个差不多 40年这个业务发展的过程中 可以说有几个转锐点 第一个就是1990年 他成功地收购了这个 兰罗圆球公司的全部资产 这个收购呢 使爱外医药成为一个 比较完整性的种植公司 另外一个里程碑呢 就是在2003年 我们收购了联合丽华旗下的 一个特种油脂业务 这个业务呢 是在荷兰 我们将它收购过后呢 我们将这个工厂的生产的范围 又再扩大了 我们就增加了 在马来西亚跟中国 然后最近在加纳 我们也设立了工厂 那从这个棕油 单纯于是一个农产品 我们觉得它可以发展成 一个很好的工业产品 所以我们积极地扩展这个棕油业 变成一个棕油工业 然后呢 我们觉得这个棕油产品 可以国际化 所以呢我们在全世界 七个国家都设立工厂 积极地把这些产品 推向大约80多国家 在房地产方面呢 IOI集团呢 先开始投入于新加坡的房地产 2011年我们又开始进居于中国下 专注于小新城镇发展 在这个小新的市政里面 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设施 很好居住环境 跟金山的环境 跟金山的环境 所以IOI的愿景 跟它的核心价值观 我先赴 那就是已经从20多年之前 我们就开始推行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承 跟团结的 它使自成为一个更国际化的 马来西亚的领导集团之一